繼續吃飯 寶哥, 我很喜歡煮食物 不過不太聰明 尤其說到炸食物, 我覺得很大工程 看看你怎樣炸, 寶哥 炸食物, 大家在家裡很害怕嗎 對 會彈傷 怕浪費油 這裡也會怕 浪費油絕對不浪費 因為炸完後, 油可以循環再溶 四、五次都可以 今天炸什麼 今天我們做茄子 裡面釀出墨魚膠 但我這個賣魚膠 在街市買了一些現成的 我把蝦膠塗上去 令顏色更漂亮 粉嫩一點… 對, 再鮮甜一點 事不宜遲, 我先處理茄子 好嗎 好 茄子, 我們看看如何彎 如果這樣彎 我們就把彎的方向前 拱… 用意是做甚麼, 你意思是彎的方向 要用四深度的刀法 然後切成一塊塊 也是你的, 要切成一塊塊 這就是… 胡仔最喜歡切東西的聲音 這個聲音好像文靜 不是這樣嗎? 切成一塊塊 但有時候買茄子 很彎的, 不要選擇 對 越彎越好 越彎越好 我有一個問題, 我想問 茄子我也很喜歡吃 但如果炸下去的時候 有時候有個錯覺 油吸收到, 茄子會很肥膩 最重要是油溫 我們炸東西 譬如炸薯條也好, 炸雞也好 我們懂得控制油溫 炸出來一點也不肥膩 好… 切成後 然後撒開它 撒一點鹽花在每一塊中間 軟化一點 刺激你的微淚 讓你慢慢有味道 對… 好, 我先讓茄子醃 我有兩條, 茄子麻煩你幫我拿 好, 先給你預算 我已經煮了兩條 醃了差不多10分鐘 醃了10分鐘 它的軟熟程度… 對 軟了很多 可以屈… 如果還沒醃, 分別就是這樣 我現在不敢… 即會撒斷了 會斷的 對, 因為很清脆 我先撒開 稍後我們用這兩條 下一步我們用一點生粉 輕輕地撒在中間的位置 作用令它更乾 還有墨魚膠不容易脫出 但你看到我現在表面有些生粉 不用太均勻 對, 不要太均勻 露哥,你今天做兩條嗎 對… 保持情傷 一來, 二來… 不夠吃 我們在廠裡很多工作員都說… 你很細心 你現在終於知道了 你平時不是做完後, 只有兩件 那些七年往事沒有提 平時只有兩件, 今天只有兩條 對, 麻煩吃 好, 然後我們把墨魚膠 然後敷在茄子的中間的位置 敷在多久 敷在多久 如果你不喜歡用餐刀敷 可以用擠袋 是 用擠袋擠下去 也可以 因為餐刀也方便 可以用餐刀方便 但擠袋的問題是 要把墨魚膠混合一些蛋白 所以還是很難擠出來 因為膠性重, 擠的時候很難擠出來 其實福哥, 你做完後 那些墨魚膠會脹發大 一定會縮小 我們要知道應該多放一點 還是少放一點 會脹, 會脹的 會脹 所以剛才你一開始就說 要加點鹽 讓它不要一彎, 很容易斷 對… 現在要預算它脹 我現在覺得可能你做完後 會很肥脆 對 這個面積磚頭, 可以想像到它很大 會否經常會脹出來 蜜魚膠 應該不會 你現在這個是蜜魚膠加蝦膠, 對嗎 對, 混合三分之一的蝦膠 為什麼要這樣混合呢 就是三比一的 對, 如果是順蜜魚膠, 它就… 顏色沒那麼漂亮 對, 蝦膠的顏色會帶點紅 還有鮮甜一點 今天說了炸的東西, 我也多說了 炸咕嚕肉的油溫起碼二、三、四度 要再高溫一點 要再高溫一點 要不然那些粉… 對, 上粉那裡有甚麼要留意 譬如炸的…要兜蜜汁的東西 通常用生粉, 用生粉 如果炸的, 立即上桌 立即… 炸完立即吃 鹽汁吃, 或者灑焦食 那些要脆漿… 脆漿, 對 脆漿是甚麼意思 即是酥炸生蠔的漿 好, 已經開始炸了 我先炸了鹽菜葉 因為我想炸一次更好, 用鹽菜葉 用甚麼溫度炸 也要超過200度 我們先看看 現在多少度 現在要280度, 3度 好 這是鹽菜葉 好, 除了炸鹽菜葉 還有菜心葉 當然粗的黃色, 撕掉也不要 這些菜葉炸出來… 炸完了嗎 炸完了, 對 好, 炸了, 炸了 對, 炸了, 脆脆脆的 對, 稍後灑少鹽花 很棒 大家家裡炸的要小心點 因為反應很大 我反應的 我怕… 你反應的 我怕 好, 我們先撈起鎖上頭 即是炸一下 這個要五秒鐘之內, 一定要起 這塊我起得… 很薄 比較久一點 黃一點 現在比較黃一點 現在比較黃一點 但是很漂亮 對 好, 放進去後要小心點 慢慢放進去 現在我們先不需要硬屈到盆龍羊 一會兒它軟了便會屈到 好, 慢慢滑進去 虎哥, 你說不夠炸 味道 好像炸魚一樣 這跟剛才的, 這個是… 小毛見大毛 對吧 對 這個真的要小心點 即是家裡的嘉年煮腹 對, 油很滾 要反應嗎 現在不用反應 我們用油這樣軟, 已經可以 現在看到油溫 雖然我關了很小火 給大家看看現在油溫有多高 反正比剛才更高 這樣就不會 不會, 剛才好 現在是200… 200多… 200多… 就算是200度左右 對, 因為放在茄子裡的溫度下跌 之外, 炸的油溫是很重要的 你一放下去就關掉了嗎 放下去就關掉了 因為再不關掉, 麻油膠會很黑 那炸多久 每一條炸大約三分鐘就可以了 也很快 很快, 對 我們按一下茄子的皮位置夠軟 如果夠軟, 就可以撈了 那好像盆龍鮮 對, 開始像 好, 我們先撈起來 很像 好像一條鮮 現在溫度我要再提升一點 剛才是200度 是 我們要把星圍回到200… 23度 是 好, 我們先把茄子回鑊 回鑊的作用是什麼 把油溫出來 看到大家聽到聲音嗎 現在聲音比剛才更大 剛才是因為熱脹冷酥原理 一旦凍了, 把茄子的水分迫出來 在黃金的49秒時間以來 一定要翻炸 快點了, 47秒 如果不翻炸… 48秒 水會把水分迫進去 保哥, 你現在變得像學似學非一樣 炸多久 炸物理 炸… 又80秒 可以了 3秒 好 可以了, 可以撈出來 好漂亮 簡單來說, 你這個回鑊的動作是目的 是希望令牠們不太肥膩, 是嗎 不太肥膩 第二, 鰻魚會比較脆 然後我們要做蜆汁 蜆汁要加一點油, 爆蒜蓉 爆蒜蓉 對 好 放了酸蓉 然後我們放日本麵豉 這個麵豉是深色的麵豉 對, 不是白麵豉 但它的味道是帶甜的 如果大家想香口一點 這個麵豉也要爆炸 不要只放在水裡 爆炸麵豉, 會放在水裡香很多 好, 現在可以放在水裡 可以放在水裡, 或是放在湯裡 沒所謂 有麵豉, 水也可以了 對, 足夠了 稍後我們會放蠔油 加一茶匙蠔油就可以了 加兩茶匙的糖 你喜歡這個味道主要是怎樣的 味道帶點鹹香味 但是主要是甜的 甜的 不論是炸的,帶鹹口就不好吃 帶甜口就比較好吃 要不就酸辣,要不就帶甜口 好,我們準備麻蜆了 好 麻蜆後,火候要關小一點 麻蜆也是… 寧願不足夠,我們再加 每次加太急,就會變成雪甲糕 現在煮出來了 好,現在非常流利掛身 好,接著我們盤上碟 好… 把它搬過來 滑過來比較好 好,整條魚… 好漂亮 好像泰絕地擺胃 我們先嘗嘗這樣擺 沒錯,很漂亮 小小吸你汗口了 好,然後我們放一些 剛炸脆的鹽菜葉在旁邊 是否可以吃起來? 可以吃起來,我先把鹽花灑進去 有味道 很漂亮 通常炸的東西都有薄薄的脆葉 是嗎? 有,加一點 紅椒絲的表面 不加紅椒絲,可以加其他嗎? 不加黃椒絲 這個蔥花一定要 我不想放到芡汁裡 為甚麼? 少許薄薄的蔥花 吃的時候會有一點香味 這個蔥花的蔥花 這個蔥花的蔥花 我們在這邊就淋上去 偏甜一點的蔥花 帶帶甜的蔥花,對 淋上桌後才做 因為同時要用一些木魚絲 它會動就動 它會有動感 它會不停動 太漂亮了 對了 就在中間位置,不要整… 不要遮住 不要整條盆龍 都會… 橫茄面 遮住就整個薄餅 很漂亮 好,這道炊渣蜜魚盆龍茄子 完成了,希望你們喜歡